我们来到这次特会的第二篇信息 这次的特会是全态的负责弟兄及服侍者的特会 这第二篇的信息是来自于 已过十月初在菲律宾举行之负责弟兄及长老训练的第六篇信息 我们已经讲过已过这次长老负责弟兄的训练 总题主要是出自于提摩泰前书 提摩泰前书是开始于神的经伦的意向 就是在提前一章三节四节 然后在那里我们看见神的经伦之后的 神的经伦的意向要成为那管制 那指引推动并且加强在我们生活当中 每一面的一个意向 这个意向应该是一个特殊的景象 当我们看见了之后 应该要来管制我们 指引我们并且推动我们 加强我们往前 直到我们达到我们所看见的 所以神的经伦第一件事情 我们已经讲过了 然后看见了意向之后 我们就是有负担 要使神的经伦得着成就 我们就需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这就是在提摩泰前书第二章说到的 然后到了提前第三章 那里保罗他写这些话给提摩泰 目的就是要使提摩泰 知道他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照会就是活神的家 所以这就是上一篇的信息 那我们要如何行呢 就是要操练自己以至于境前 那看见神经伦意向的这些细节 都是其实在提摩泰前书的四章 除了操练自己以至于境前 就是操练我们的灵以外 上篇我们已经讲过了 在这篇信息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需要成为基督的好执事 就是使神的经伦 就是我们所要完成的这个意向 我们需要成为基督的好执事 首先我们要来注意这个执事 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希腊文 这里的执事 这里的执事在三章八节 那你保罗跟提摩泰说 你要选哪些人来做长老 以及来做照会的执事者 到了四章七节 这里说到六节 这里说到 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 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这里这个执事 他不是仅仅是执事者 而是好执事 在希腊文里面 好像是同一个字 但是其实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在三章 那你说到好执事 他乃是那一般在照会里面 在长老监督之下 受监督长老带领的 这一般执事者 那在四章六节这里 提摩泰他这里好执事 他不是指的是那个执事者 他甚至是可以再照会设立长老的 当长老若是做的不好的事情 不合适的事情的时候 提摩泰可以在那里来责备他们 那这里提摩泰他是好执事 英文就是minister 那这个执事 就是说出他身上有一份的执事 他的执事不是仅仅外面 不是一些事物 而是指着他把基督 就是构成在他里面的基督 执事 供应给别人 所以 这篇信息的主题 当我们说到基督的好执事 这不仅是指着基督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服饰当中 在我们的造会生活当中 造会必须要有 足够多的好执事 基督的好执事 他们先是把基督 供应到他们的里面 构成到他们的里面 然后呢 把基督分次供应给别人 如果在我们中间 有够多的这些好执事 我们相信不久 甚至到明年 甚至不到明年 基督就可以回来了 因为我们把构成 在我们里面的基督 供应给别人 能够达到神经伦的目标 所以我们要成为 基督的好执事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这乃是实时 神经伦的意向得出成就 这篇信息一共有九个大点 我要来交通 第一到第七大点 因为这七个点 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多 但实际上是一个组 是一组 启示给我们看见 如果我们今天 要成为基督的好执事 要将基督供应给别人 有七个点 我们需要能够实行的 每一个点就是每一个大点 所以我们要把基督供应给别人 我们要怎么做呢 首先在第一大点 我们先来看前面七个大点的鸟看 第一点就是说到 我们要在信仰的话上 并以向来所紧紧跟随 美善教训的话上得了喂养 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要先得着 那跟上时代 就是那只是当今的说话 得着供应 我们自己要先得着供应 从基督的丰富得着供应 然后我们才能供应人 第二大点 就是我们如果要将基督供应给人 我们就必须要牺牲自己 以保持真理的绝对 这是第二个点 这里说到牺牲自己 以保守保持真理的绝对 我们牺牲自己不是为着别的 这里的目标就是要保持真理的绝对 不管我们的情形怎么样 我们都要敢讲真理 就是这里的意思 第三个点就是 我们要将基督供应给人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拒绝极 这里有一个词 拒绝极 这里拒绝极的意思 不是要寻求自己的荣耀 不是寻求从人来的荣耀 乃是要寻求让我们的神得着荣耀 这就是第三件事 我们要将基督供应给人要注意的 接下来 我们要将基督供应给人的话 我们就必须按着生命数的原则 这是在第四点 按生命数的原则 不是按着善恶知识数的原则 接下来第五点 如果我们要将基督供应给人的话 我们就需要帮助圣徒思念同一件事 在福利比书二章二节 二章二节 这里说到我们要活力连结 思念同一件事 这里同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指对基督主观的认识 经历和享受 Amen 要将基督供应给别人的人 他自己要思念同一件事 也要帮助别人思念同一件事 第六个点 如果我们要将基督供应给人的话 我们就要有心蜜和奶 在我们的舌下 奶和蜜 那是预表 基督在他话中的丰富 就是作为属灵的食物 那在舌下 意思就是我们要收藏 这些属灵食物的丰富 在我们的里面 第六个点 这里的重点 就是要收藏属灵的食物 我们要预备好 随时可以分赐给人 那最后一个点 我们要将基督供应给人 我们就需要有负担 第七大点说 没有负担 就没有话语的直视 就没有将基督供应给人 所以我们要将基督供应给人 我们就需要有负担 等一下我们来看 负担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前面七个点的 一个鸟看 我们要将基督供应给人 我们需要有操练这七个点 我们现在来一个点 一个点来看 首先第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负担 我们要将基督供应给人 我们自己就要先从基督 接受供应 所以这里就说到 我们要在信仰的话上 并向来所紧紧跟随美善教训的话上 得了喂养 Amen 主耶稣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从基督得着喂养 我们怎么有基督构成这样的里面呢 我们要知道 首先这里的这个提醒 不是去警告他 而是去提醒 提醒就是要让他知道基督的丰富 这些话或者这些事 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七节的这些话 就是关于神经轮的内容 就是基督自己 基督他来是神经轮的中心 基督他需要成为我们里面的供应 也要成为我们里面的构成 我们知道将基督供应给人 实际上不是一件关于恩赐的事 基督的指示 不是灵前的主题 灵前的主题乃是 灵前乃是说到哥林多人的问题 他们因为强调恩赐 但是基督的指示 这个指示乃是灵后的一个主题 灵后没有讲到恩赐 灵后乃是讲到指示 就是有基督构成在 我们的里面 当基督构成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才能够将基督 将构成在我们里面的基督 供应给别人 在这里 在提前四章六节 这里 你要将这些事提醒 弟兄们 中文是提醒 英文是这个类 这里我们看见不是一个提醒去警告他 不是去威胁他 意思就是要把关于他们应该要知道的这些事情 在提醒他们 让他们想起来 照英文的这个词来说 意思就是要把基督的这些丰富 当作食物 属灵的供应 要把它摆在弟兄们的面前 使他们能够一同来作息 使他们看见的话就想要吃 所以这里保罗说到 如果我们要使神的精灵有份 要完成的话 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好知识 就要把基督的丰富 我们自己先得着喂养 然后也要把它摆在弟兄们的面前 你要能够摆的话 你自己要有这些丰富 你要先得着供应 要先被这些东西所构成 Amen 主耶稣 那在这里 这里的经节告诉我们 要来喂养我们的 这些就是这个信仰的话 信仰的话是什么呢 在第四终点说到 第一小点说到 信仰的话就是关于 神新约经文之完全福音的话 不是仅仅指着 主耶稣基督来成为人 定死在十字架上 拯救我们 脱离灭亡 而这里的信仰 乃是神新约经文之完全福音的话 那另外我们还要 从美善的话得着喂养 这个美善的话呢 是那些包含并传书基督的丰富 以喂养造就并加强 他信仰富之甜美的话 信仰的话与美善的教训实际上都是同一件事 就是神新约经文的内容 就是我们需要来供应给别人的 然后我们也要先从这些得着供应 我们要怎么得着供应呢 在第五终点这里说到 这乃是 启示 在第二小点说到 是由主今时代之执事 那里面所启示的 弟兄姊妹 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第一大点 保罗说 如果提摩泰 他从他紧紧所跟随的 这个美善教训 得着胃养 意思就是 提摩泰 他是紧紧跟随保罗身上 那时代的执事 他就从这份执事的内容 得着供应 就是关于神新约经文的内容 得着供应 同样的 今天 如果我们要将基督的丰富供应给人 问题就是 我们自己有没有得着供应呢 我们有没有紧紧跟随 那在神经文当中的 这个执事有多少呢 感谢主 在已过这两周 弟兄姊妹都有出去传福音 问题就是 我们所传的福音 是不是神新约经文的福音呢 我们把这个丰富传扬的有多少 之前我们说到 我们有负担 要去分发雷马书报 李弟兄说 这七本书是最合适 去帮助人看见这时代的知识 使他们也能够跟上 那在主恢复当中的真理 所以李弟兄 他是精心挑选了这七本书 但是当我们出去分次这些 分发这些七本书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进入这个真理 如果我们把书本分给别人 然后别人问说 这七本书有哪些好处呢 有哪些优点 有什么内容 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讲 如果我们都讲不出来 别人就不想读 或者他已经拿去了 他读了之后 有些疑问 他问了我们之后 我们能不能回答呢 如果我们答不上来 那就说出我们 还不够资格将基督 能够供应给人 对吗 所以我们自己要先从这些 得着供应 喂养 所以这里 我们不仅要有负担 把雷马书报供应给人 并且传福音给人 而且我们自己要进入这些话 进入这些内容 被这些内容所构成 使我们能够将这些内容 供应给别人 还有一个点 有件事我听了之后 觉得非常的伤痛 有几 某些次的聚会 他们 甚至在 波饼聚会里面 弟兄姊妹都来了 但是没有谁可以有丰富 有基督的丰富 他先得着供应 然后来聚会当中来供应 他们来聚会的时候 只是在那里来唱诗歌 来重复地读几处的经节 诗歌 但是他们却没有 丰富的声言 来把基督的丰富 供应给人 我们聚会应该到12点结束 他们可能聚会到11点就结束了 因为不知道要讲什么 弟兄姊妹 我们中间不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中间 若是要完成神的经轮 我们自己就要先得着喂养 然后把我们所得着的这些丰富 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 使他们得着丰富食物的供应 这不是谁的一个职责 但当然这次的特会是 负责弟兄以及服侍者的聚会 我们自己要先特别进入这些点 好 现在我们来看其余的这些点 我们要把基督的丰富 供应给人 我们要看以下的资格 第二大点 这里说到 我们要愿意牺牲自己 以保持真理的绝对 我们知道今天跟上时代的 现有的真理 神圣启示的高峰 就是神成为人 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 在彰显 在功用上成为神 但只是无分于神格 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讲这些点 实际上在主的恢复里面 我们也讲不出来 为什么讲不出来呢 因为我们自己还达不到 这个精力还达不到 所以我们不想讲这么高的真理 弟兄姊妹 这就是像真理不绝对的一个情形 实际上 我们的光景 其实对真理没有什么影响 真理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不该怕讲真理 怕说这个真理会来定罪我 实际上我们应该愿意 让真理来定罪我们 并且我们也还是愿意照着 真理完全的内容 信实中信的来宣扬 这才是基督的好指示 很多时候 在照会服事当中 我们想说 讲这些话 别人听不懂 实际上弟兄姊妹 不是别人听不懂 而是我们自己 这个没有进入其中的深处 如果我们愿意学习 牺牲自己 以保持真理的绝对 我们才能够把基督的丰富 供应给人 接下来一个点 第三大点 这里说到 如果我们要把基督的丰富 供应给人 我们就不宣扬自己 不传自己 凡是传自己的 都是寻求人的荣耀 这一次我们去 菲律宾参加特会训练 有一天 这个徐雄弟兄告诉我们 说为什么我们 都花很多的时间 在那里预备信息 超过我们在那里为信息祷告 徐雄弟兄说 因为我们注意 那些别人对我们的反应 我们讲得好 别人就称赞我们 但是我们如果花时间在祷告上 只有神知道 那这个就说出 我们对人的态度 过于对神的态度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是有这样的态度 那就说出我们是在寻求人的荣耀 当我们在讲神的话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 那个人已经讲过了那些点 我就不想讲 如果我要讲的话 我一定要跟他不一样 如果 这个就说出 我们对别人的反应 有很大的一个感觉 如果别人讲话 我们讲了别人阿们很大声 我们就感觉很自豪 觉得很有力量 别人如果不阿们 我们就没有力量讲 这个就说出 我们在寻求我们人的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应该不要注意这些事情 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没有传基督 我们若是传基督 不传自己 我们就不需要去注意 别人对我们的话 接受还是拒绝 即便是拒绝 我们也有确信说 基督从我们身上传扬出去的 这就是一个基督好执事的一个态度 接下来 给我们看见 基督的好执事 要按生命术的原则 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在照会的历史当中 有一次 弟兄姊妹 在主的恢复当中 其中有一个地方照会 她拒绝了 尼托圣弟兄 他说 尼弟兄做错了 直到有一天 尼弟兄 他进到这样的情形当中 很多人 进来就讲 谁对谁错 但是神就 把他们 从一个情形当中 转移出来 带到生命树跟前 因为李弟兄在那里 他不注意其他的事 只注意生命树 他就问他们说 你们在这样的情形里面 现在还是在生命里吗 有生命的供应吗 还是满了死亡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当我们 在弟兄姊妹当中 遇到一些情形之后 我们可能会注意 对错 我们可能想说 要去对付那些 错误的环境 情形 把它改对 这不是一个 好执事的一个 该行的 我们看见 保罗他写信给 哥林托的圣徒 他重点还不是说 要去对付他们的问题 而是把基督 供应给人 基督作为生命 乃是独一的办法 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这应该是 我们今天所要做的 我们有时候看到 有些弟兄姊妹 不知道怎样处理钱财 有些人迟到 有些人不追求基督 我们不是去那里 去警告他们 去责备他们 而是要把基督 作为生命树 供应给他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接下来 基督的好执事 应该是 注意那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追求基督 以赢得基督 取得基督 并具有基督 我们需要主观的认识 经历并享受他 这乃是我们服事 照会唯一的目标 唯一的一件事 照会要扩增 我们要开展 我们要买会所等等 这是外面的 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真正的目标 就是要得着基督 第六个点 第六个点 这里是说到要 累积主的话 我们要供应别人 我们就要有主的话 作为属灵的食物 收藏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收藏 我想请用字面 注意第三重点 这里说到 主 这个甜美滋养的话 就是住在寻求者里面的宝贝 并非在短时间内 就可以产生了 乃是经过长时间的采集 采集 从不同的地方采集过来 然后第二 经过里面的活动 我们不仅采集了这些画 我们要让这个画 作为灵 在我们里面活动 不仅是光照我们 使我们被破碎 使我们能够得着滋养 使我们往前 所以这个画 在我们里面活动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被构成 然后我们要谨慎的收藏 那这一个过程都是长时间的 所以我们要赎回光阴 你弟兄说 如果我们要被构成成为基督的执事 要花时间 至少四十年 前面二十年 这个收藏主的话 然后后面二十年 要累积生命的经历 所以我们不要让这个时间 白白的过去 有时候我很觉得很可惜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YouTube等等 这些东西 我们很容易花时间 在这些事上 我们没有花时间 在主的话上 没有花时间祷告 所以经过多少年 照会就没有这个好执事 所以求主怜悯 那现在在第七大点 说到我们要把基督供应给人 我们就需要有负担 这负担是什么呢 负担有两面 在神一面和在我们一面 在第一 终点说到在神一面 这个负担就是要将神的启示 释放给人 我说到这个负担有两面 第一面就是在神一面 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启示 如果一个人没有从神来的启示 没有神的光 他肯定没有负担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负担 不仅是仅仅有启示而已 不仅只是把别人 把神所给我们的启示 讲给别人 那这个启示还有人一面 就是当我们看见了 从神来的启示 是何等的高 但是当我们看人的情形 看见我们自己的情形 看见我们所服侍的 弟兄姊妹的情形 这个情形 跟我们所看见的意象 实在是差太远了 这个差距就在我们身上 产生了一个负担 在我们里面推动我们 就是盼望我们自己也好 圣徒们也好 一同要往前达到神的负担 神的这个启示的标准 这就是负担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在声言的时候 我们每个主流都有声言 我们听有些人声言的时候 不知道听完之后 不知道他要讲什么 没有基督的丰富 或者有些有基督的丰富 他也解释神的话 但是不知道他要我们 从我们身上得着什么 要我们达到什么标准 所以这就是没有负担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好执事 我们不仅要看见 从神来的意象 我们也要学习 把弟兄姊妹的情形 担负在我们的肩上 就像这个祭司在那里读胸牌 当在神的光之下 我们来看这个情形 在我们里面 就会有一个负担 推动我们 在我们聚会当中 我们应该要有 怎样的负担 当看见弟兄姊妹们迟到 当他们没有诚心 没有声言 或者声言了之后 别人听不懂 没有丰富等等 或者已经很久 没有结果之了 这一切的情形 就会在我们里面 成为这个负担 成为 如果我们没有负担 我们就没有办法往前 所以我们需要 让神能够把这个话 从我们身上释放出来 能够有一种的反应 就是在我们身上也好 在那些听见 我们说话的人的身上也好 能够有一个反应 所以求主能够 拔高我们造会的情形 使我们每一位 都能够成为基督的好知识 把基督的丰富 供应给别人 接着我所分享的这七个点 感谢赞美主 Amen Amen 感谢主 我们接着来看第六篇 我接着比亚弟兄来分享 这一篇的标题 讲到基督的好知识 在这一篇信息 主要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 比亚弟兄已经跟我们交通过 就是从第一大点 直到第七大点 这一部分 那是讲到 什么是基督好执事的启示 基督的好执事 需要有怎样的资格 在后面 第八第九大点 给我们看见 在实行方面 今日我们若要成为基督的好执事 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操练 感谢主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享受了比亚弟兄所交通的七个点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在七个点 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关于基督的好执事的理解 之前我觉得说执事就是要忠信 并劳苦的好执事 但是感谢主 借着提前四章六节的启示 给我们看见 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好执事 首先我们需要先 借着在信仰的话 并你向来所紧紧跟随美善的教训上得了喂养 这一个执事有什么目的 就是为着将基督服事到人的里面 所以给我们看到在第一终点 基督的好执事 乃是以基督服事人 我们若要成为基督的执事 我们要以基督服事人 这里讲到说 供应基督做人的救主 生命的供应并一切正面事物的人 我们若要将基督供应给别人 我们自己必须要有基督构成在我们里面 就是说我们必须先得者喂养 第二终点讲到 我们若要供应基督给别人 我们自己必须先得喂养 感谢主 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坐在这里 我们都是有心想要服事神的人 那一些不想要服事神的 他就觉得说 他不用去寻求基督 但是那一些愿意服事神的 他若是没有基督 他就不能够服事 主耶稣 所以这一个就要求我们 这里的信息告诉我们 我们若要成为基督的执事 我们自己必须先从主得者喂养 你不要觉得说你先去供应别人 事实上就是我们自己要先从主得者供应 我们才能够将基督作为食物供应给别人 感谢主 比亚弟兄给我们看见这七个点 基督的好执事 他需要做的七件事情是什么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这七个点有什么呢 我们从第一大点 从第一大点直到第七大点 第一大点讲到说 我们要在信仰的话 并你向来所紧紧跟随 赛美教训的话上得了喂养 不仅如此我们也要供应给别人 第二个点 我们要维持真理的绝对 真理要在我们身上是绝对的 我们今日的责任 我们要保持真理的绝对 就是我们要愿意牺牲自己 以保持真理的绝对 第三个点 我们不是传自己 乃是高举基督为主 并且看自己是服侍信徒的奴仆 第四个点 就是将生应供应给圣徒 并按照生命术的原则 第五我们需要有同一的目标 这里讲到的说 使我们能够思念同一件事情 这里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我们对基督主观的认识 经历和享受 第六我们需要积累蜜和奶 就像在雅各书的经历 我们需要有基督足够的丰富 我们在我们的嘴唇能够低下心力 我们的舌下要有蜜有奶 最后我们要有从主而来的负担 特别是在话语的执事上 我们能够将从主得的负担 我们从主所得的托付 将圣徒的这些情形 带到神的面前 使主能够读这些的情形 主也有启示 借着话有光照 我们更是借着这个负担去服事人 特别是在生严上 若是我们的生严有负担 这一个就能够建造造会 感谢主 这个是成为基督好执事的七个点 比亚弟兄已经跟我们有丰富的交通 接下来我要跟弟兄姊妹们交通 后面的一部分 就是第八跟第九大点 在后面是讲到在实行方面 我们要做基督的好执事 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在哪一些点上有操练 第八大点讲到说 我们要做基督的好执事 就必须渴望有以下生机的特点 我想要大家把生机划起来 这一个训练是生机的 生机是什么 就是属生命的 是正常产生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不是外面的神迹 不是这一个短暂而有的事情 这乃是生机的发生 是持续发生的 是完了生命的 一再发生的 所以感谢主 这里总共有十一个点 我们来看每一个点 第一点讲到 我们必须爱主到几点 好被他充满 而带着复活的基督 做权柄将他涌流到人里面 这第一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爱主 若是今日我们不爱主 主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有路 若是我们爱主 主就能够来充满我们 最后更是从我们涌流到人的理念 就如同大卫的经历 在诗篇十八篇 大卫 他是符合神心的人 他有心愿来建造圣殿 他也是一个爱神的人 我们看见在诗篇十八篇 他是一位经历 并享受基督的人 不断的往前 大卫说 主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磐石盾牌 是我的拯救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 怎样来经历主 怎样不断的往前呢 首要的条件 就是我们要来爱主 今日我们若不爱主 我们就需要祷告 主啊 使我成为一个爱你的人 我们要爱主 主就能够来充满我们 我们也能够享受主 能够不断的往前 就如同大卫的经历 第二终点 讲到说 我们需要借着 复兴的生活 并牧养的劳苦 维持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 第三个点 我们需要天天时时 住在主的交通里 神呼召我们进入了他 儿子的交通 照着临前一章九节 所以他的儿子 我们要享受这一个交通 这一位基督是我们的份 使我们能够在这一个交通中 来享受他 我们要在这一个事情上 有操练 要天天时时与他交通 所以在这里也要求使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我们若不祷告 我们怎样与他有交通 这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必须是祷告的人 哥罗西四章二节讲到说 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 在此谨醒感恩 这里的祷告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 但是我们能够借着呼求主名 就是最简单的祷告 最基础的祷告 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要轻视这一些基础的点 呼求主名是很好的实行 从起初的照会 他们就开始呼求主的名 对吗 不只是起初的照会 在旧约 我们也看见那一些性的爱主的人 他们也都呼求主的名 所以呼求主名也是一种的祷告 但是跟祷告有一点区别 祷告我们可以放声或者无声的祷告 但是呼求主名 我们是需要外面大声的呼叫出来 所以当我们祷告 就使我们转向灵 使我们能够操练灵 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主 来祷告 来摸着主 来吸取主 所以祷告不是强调来求 祈求 祷告乃是接触主 吸取主 与主有交通 这里都是我们要操练的 第五终点 我们需要每日清早在主的话上享受主 使我们每天有新的起头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诗人有这样的经历 我趁天未亮呼求 我仰望了你的言语 我趁夜更未患 将眼睁开 为要默想你的话语 所以我们与主交通最好的时间就是在清早 当我们起床的时候 我们要清早就起来 因为一人的途径是怎样的呢 要如同日同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你就要起来 第一件你要做的事情 不是想工作上的事情 或者其他事情 或者你个人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就要来接触主 来与主有交通 我们要清早就来享受主 所以每一天早晨 我们都需要有诚心 这一个诚心 你觉得说我每一天都有了 不仅是团体的 比团体更重要的 或者是一样重要的 跟团体诚心一样重要的 就是我们个人的诚心 我们早上起来 我们要先来亲近主 与主交通 先来享受他 以他的话来导读 默想 来咀嚼 在他的面前 这个就是我们清早 要先来享受主 若是我们有这样的生活 我们就能够日日得胜 层层复兴日日得胜 这个就是我们该有的实行 第六点 我们必须凭着 并照着我们那与神的灵 调和的灵而行 神造我们有灵 使我们在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有神的灵 进到我们的灵里 成为调和的灵 所以我们需要照着这个灵而行 不仅是照着正常的 在加拉太五章十六节讲到说 你们当凭着灵而行 就绝不会满足 肉体的情欲了 我们要过团体的生活 我们更是要有目标的 照着灵而行 按照规则而行 为着完成神的旨意 就如同已过的一周 我们传扬福音 这个是照着灵而行 当照会有行动 我们里面有感觉 我们就需要照着灵而行 要一同有愤语 出去传扬福音 带人得救 第七终点讲到说 我们必须借着耶稣基督 知灵全备的供应 而活基督 以显大基督 照着菲利比一章十九节 保罗 他能够在为难的环境里面 他也能够活基督 并显大基督 在一章十九节 保罗说 这是借着你们的祈求 和耶稣基督之灵 全备的供应 终必叫我得救 这也成为我的救恩 使他能够从这一个 为难的环境里面 能拯救 所以这一个不只是 强迫我们要活在身体里 我们的里面 弟兄姊妹们 我们有全备的供应 耶稣基督之灵 是终极完成的灵 是包罗万有的灵 是非常的丰富的 所以这一个供应 使我们能够活基督 第八 我们需要建立 无论得时不得时 天天对各种人 讲说基督的习惯 九 我们必须彻底对付罪 罪是绝约体 拦阻我们 使我们不能够享受主 所以在第九点 是在消极的一面 我们需要对付的 第十 我们必须里面充满数字的灵 外面充满金轮的灵 不只是充满更是有充满 要让数字的灵充满我们 成为我们的数字和生命 当里面被充满了 外面就有金轮的灵被充满 为着他的工作 为着服事 此一我们必须积累 对基督的经历 照着菲利比三章八节 我们要来寻求基督 得着基督 并持守这一位基督 我们并对主的话 有丰富的基存 哥罗西三章十六节 弟兄告诉我们 当用各样的智慧 让基督的话 分分复复的住在你们里面 这里的住 不只是读 不只是将他的话拿来背 除此之外 我们更是要吃这一个话 就如同耶利米书 十五章十六节 讲到说 我得着你的言语 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成了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我们更是要让话 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只要读 更是要吃这一个话 将主的话 去反除 去吸收消化 拿去祷告 这一个话就会成为我们的享受 我们能够积累 将他的话 丰富的基存在我们里面 第九大点 每当我们供应神的话 主要的事 是要操练我们的灵 基督的好执事 建立一种操练灵 以至于敬虔的习惯 好在日常生活中活基督 所以我们在一切的操练 我们之前在第八大点 所讲的十一个点 都是总结于第九大点 讲到主要的事情 要操练我们的灵 Amen 在提前四章七到八节 这里讲到说 并要操练自己 以至于敬虔 这一个敬虔 就有一切的好处 所以我们要操练灵 在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的得救 就是我们有神的灵 进到我们的灵里 所以我们有这一个本钱 第一重点讲到说 这本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灵 所以我们操练灵 在提后 一章六到七节 保罗吩咐提摩太说 他需要将他里面神的恩赐 再如火挑望起来 保罗吩咐提摩太 保罗如同提摩太属灵的父亲 在那个时候 保罗他被下在尖里 所以这件事情 就使提摩太软弱 但是保罗他 要提摩太刚强 他怎么说 他说 你要将你里面神的恩赐 如火挑望起来 这里的恩赐就是灵 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操练灵 我们要将他挑望起来 我们要有 以至于敬虔的生活 敬虔是什么 第二重点讲到说 敬虔是彰显神的生活 是为着神圣 金轮之神圣分赐的结果 这分赐是在于我们 操练我们的灵 所以在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 所有的都是灵的故事 我们要操练灵 要将我们里面的恩赐 如火挑望起来 这里的挑望 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 第三重点 讲到说 操练这词 还是勉强 我们需要勉强 因为我们没有这一个习惯 之前我们没有操练过灵 在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需要操练灵 所以需要有勉强 这里的操练 那是遇事 还是勉强 要强迫自己 要操练我们的灵 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没有习惯 若我们不操练灵 我们就软弱 但我们若操练灵 我们就会刚强 我们越刚强 越在足里长大 我们需要操练 运用我们的灵 建立操练灵的习惯 当我们操练灵 我们就能够刚强 也能够来享受三一神 感谢赞美主 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一些的事情 都是我们所该操练的实行 今日我们若要成为 他的好执事 最后在第四重点 讲到说 我们必须操练 我们的灵 应用并享受 整个可称颂的三一神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 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 在他得胜 献之日的怜悯 使我们成为 永远生命的总和 就是新耶路撒冷 感谢赞美主 这一篇信息 给我们看见 祂的启示 更是给我们看见 在实行方面 我们怎样能够成为 祂的好执事 求主祝福 并加强我们 使我们能够将这一些的点 能够带进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 更是带进 具体的带进我们的 造会生活当中 使我们能够成为 祂的好执事 愿主祝福 弟兄姊妹们 加强弟兄姊妹们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来到第六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篇的一些的重点 感谢主 第六篇的主题 是说到基督的好执事 这个出处是出自 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 感谢主 这一节说 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 辨识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信仰的话 并你向来所紧紧跟随 美善的教训的话上 得了慰养 从这一节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保罗嘱咐提摩太 提醒他 要把他前面所交通 所嘱咐的这些事情 去提醒在那里的弟兄们 感谢主 这样做呢 他就可以成为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弟兄姊妹 我想我们都盼望成为基督的好执事 成为那一般能够照着神对照会的经纶 生活并侍奉的人 那我们该怎么样成为好执事呢 我们可能会想到保罗 想到约翰 想到彼得 这些有名的使徒 好像他们所做的才可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好执事 但是这里的话非常鼓励我们 其实保罗他嘱咐提摩太 并没有要他做很多的事情 他也不需要按照他自己的灵感 或者是做法 去成就什么 他只需要将前面提摩太前书一到三章 保罗在那里郑重祖父他的话 提醒弟兄们就好了 谢谢主 所以呢 我们在这份执事的里面 我们是说一样的话 那并且这一节也给我们看见 这个好执事啊 他是连于以基督作为食物来供应并喂养人 阿们 我们必须啊 先从主自己得着喂养 才能够将这个基督自己当做食物供应给别人 所以呢 我们的吃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吃 乃是为着能够将基督成名给人 谢谢主 那我们需要看见 这样的生活就是一种好执事的生活 那好执事他有一些的特点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第二大典说到 好基督的好执事他牺牲自己 并把自己摆在一边 以保持真理的绝对 所以啊 这个好执事一个很大的特点 他并不一定是很刚强 或者是说 这个一开始就各面非常完美的人 不是的 而是呢 他不愿意牺牲真理 他愿意与真理站在一起 弟兄姊妹 我们进入这些的信息 会不会常常觉得 啊 这些话非常的高 虽然非常的好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 我的认识常常是够不上呢 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灵 就是不为着自己而牺牲真理 我们愿意保持维持真理的绝对 我们愿意照着主在话中给我们的光照 我们向他敞开说 主啊 是的 我的标准够不上这些话 但是我愿意你来光照我 这样子我们就不委屈 那个真理发出来的亮光 我们会被这个话暴露 被定罪 但是呢 我们就维持真理的绝对 谢谢主 那基督的好执事也是神诸般的恩典的好管家 他们是一般不寻求自己的荣耀 只寻求是神得荣耀的人 他们不断地操练他们的灵 并拒绝己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需要否认我们的己 好 让基督自己能够借着我们得着荣耀 并且还有很重要的一件 就是基督的好执事 他是这个不以善恶之事为原则来服事 他是抓住生命术的原则 阿们 弟兄姊妹在照会生活中 如弟兄所提到的 常常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可能我们也有时候需要去面对 去解决一些弟兄姊妹中间的难处 但是我们要抓住一个原则 不要站在谁的那一边 我们要摸着生命 要在生命的原则中 若是是生命的 我们就有从主来的把握 若是他即便是对的 但是他其实是在事之事述 是非的原则里 我们也不愿意去碰 感谢主 愿主得着我们 最终基督的好执事 叫这个能够帮助弟兄姊妹 思念同一件事 就是以认识我主基督 耶稣为至宝 愿主得着我们 阿们 阿们 感谢赞美主 关于信息说到 成为一个敬钱的人 或者操练 以至于敬钱 我们所该在意的内容 乃是 我们需要有经历 关于经历 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七节 若我们看见 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好执事 第一 我们需要是一个 接受基督进到我们里面 做供应的人 今天若我们还没有办法让基督进到我们的理念 来牧养我们 为我们的经历 使我们在生命上能够长大 我们用什么去牧养别人呢 我们可能就用一些道理来牧养那些 与我们一起过造会生活的弟兄姊妹 比如说一位母亲 怎么知道他要如何来养育孩子呢 要拿什么东西给他的小孩吃呢 用什么来喂养他的小孩呢 能作为属灵的母亲 去牧养神的群羊 就这经历来说 我们首先需要得着牧养 得着经历 得着供应 我们才能够去供应牧养别人 读解里面给我们看见 敬钱是什么意思 钱就是基督从我们活出来 是神能够显现出来 今天在我们的经历里 我们需要经历将敬钱供应出去 真理一再的来提醒我们的 第一 我们需要丢弃属世的虚构无稽之事 我们的照会生活里面 可能我们在意这些过于在于尽钱 也将这些事供应给其他人 最近我们有关于以色列的事情 我们可能比较在意这些 也更多的去谈论这些 这些就成了无稽之事 事实上我们可以谈论这些事情 但是在我们的聚会里面 我们不能够把这一个当成一件大事 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来谈论 我们需要做的是 不论怎么样 我们都需要让在我们灵里的基督 去供应给别人 使他们能够听见并明白 最近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 我正在经历一件事 就是听的事 我们有很多的人 他能够去预备神的话 也能够预备分享他所经历的 但是当我们来讲 我们所预备的这些东西 其他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听进去 他们听不见这样的话 更没有办法来经历这些真理 关于这样的事 我们需要向神求 在我们生活的经历里 弟兄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能够使别人照着执事的话 去实行 我们需要怎么来做呢 第一 在我们的生活经历里 我们需要得着牧养 拉人来祷告 我们要成为一个在生活里面 有主化来供应牧养的人 就要保持我们的生活 一直是敬钱的生活 一直敬钱的生活 就是满了生命的生活 不是一些定义 或是满了一些无机虚构之事 反而我们需要让敬钱 要成为我们生活里的一个目标 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 以敬钱为目标 来经历敬钱时 一次我们出来分享主的话 每一次我们供应敬钱的话 作为亮光 供应弟兄姊妹的时候 我们也就能够得着光照 且得着真实的敬钱 今天这一点要成为你我的提醒 使我们能够将这位基督去供应给别人 将这位基督说到别人里面 使他能够听见这位基督 而且也能够来经历敬钱的生活 所以这些事都是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经历 好使我们能够去供应牧养别人 另外一点就是要关于讲到负担 如果我们讲了那些听的人 他们还没有得着负担 领受负担 说没有看见负担 我们讲的有多么的好 他们没有办法摸着我们的负担 所以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 要摸着他的心 因此我们还要来看 他们领受我们所说的负担 到底有多少 感谢赞美主 如果他没有听见负担 他的耳朵甚至他的灵 是受打岔的 我们要怎么来做 使他的灵 他的耳朵不受打岔呢 这件事主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需要了解那些来听信息人的实际情形 因为这些人在那个时候 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难处 他有什么样的需要 他真实的负担是什么 把这些负担带进祷告里的时候 一次我们带着炼光 把这个负担讲给他听 他们就不会受打岔 他们就能够听那灵所说的话 是解决问题的路 也是神的祝福 Amen 号码 我们就开始 joy 我们能够 我们也有笠点